所以去想一下 那你的独特的資格是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很獨特的 它們是比較內在價值的東西 用簡單易懂活潑生動話語 掏出各種情境 讓台下的運動員不斷思考動腦 眼前這位年輕講師 是中華奧會史上最年輕的教育委員 至今已經輔助引導 近200多名運動員 那我們用一個 有點像是課前活動 先讓他們去暖身 去找到說哪些問題我最在乎 哪些問題裡面的一些要點 我可能有一些擔心 讓我們一起來 從這些要點裡面 找出我們今天想學習的目標 曾玄玉1989年出生 卻已經年獎超過2300多場 主持的體育節目 更入圍了兩次金鐘獎 而他主要的課程內容 不是讓這些運動員 得到突飛猛硬的成績 相反的是讓這些運動員 能在運動場上之外 重新認識自己 發揮另一塊潛能與天敵 要幫助運動員 首先就得先了解運動員 曾泉玉透過他的課程 包含反思以及有趣的項目 讓更多學員 透過這樣的方式了解自己 藉而提升未來的競爭能力 仔細聆聽每一位學員說法 要協助他們就得了解需求 曾泉玉過去是體大出身 甚至曾被家人勸退重考 對他來說 台灣充滿荊棘之路的體育環境 曾泉玉相當有感 這也是他能了解各種不同個性的 運動員最重要的關鍵 不是只是上一堂課 因為生涯規劃是一個很長期的思維 他不能夠說只是一堂課 蜻蜓點水講完就結束 回去有更多可以參考的資料 然後讓他可以往下去延伸 他學習後的價值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運動員需要學會怎麼看書 也需要可以把自己的生涯 做更長線的思考 人保持健碩身材 跆拳道訓練出身的吳文玉 過去征戰多場賽事 透過曾泉玉的協助 近幾年退役轉型 開啟講師路線 現在已經是可以協助 甚至獨當一面的專業講師 把自己運動員的最大優勢 透過學習 透過系統 把它整理出來是真的優勢化 而且明確讓別人知道 自己過去是運動員 現在在學習 再來把這一個的素材故事 能夠透過去講述 或者去延展 學員們提到印象深刻的 除了深入潛出 貼近體育人的上課風格之外 對增添玉最有印象的 是他獨特的九宮格目標法 這是套幫助運動員找目標 完成達正的方法 源自於日本的金千歌法 把大目標放至中央 分成另外八格小目標 再去做細項完成 我們會用目標設定 譬如說我們會透過 你自己怎麼去減合 自己的生涯的三個圈圈 然後把你的生涯從 那叫做槓鈴策略 從自己的最擅長的專業領域 到一個可以槓桿的 就是專業延伸 然後到最後是興趣跟跨領域的部分 以美國職棒二刀流明星 大谷翔平 當年目標為範例 中間大目標是要獲得 日職八球團第一指名 另外八個小目標 分別為球速160公里 球質 控球 變化球 運氣 人性 心理 體格等等 這套方式協助過不少運動員成長 冬奧舉重金牌郭信淳 跨欄王子成傑 羽球一哥周天成 都是真群域的學員 那我覺得在工作領域也是一樣 對 就一次一次的累積自己的經驗 那自然而然的能力慢慢提升 那也必須要自己 就是在每一次的失敗中 都要去學習 然後去成長 其實這些面向非常的多元 我們不會一次全部都知道答案 但是他們至少可以從開始思考 然後去建構他們的不同的學習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射箭戰場百步穿揚 他是台灣男子射箭國手未均衡 更在東奧拿下銀牌成績 個性活潑 樂觀開朗 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自己好好把自己的條件經營好 就自然會有工作 搞不好我會去 當主播 運動員對人生自己有困惑 或者是迷失方向的 歡迎聯絡一下學長 阿學長的聯絡方式在這裡 後製一下這樣 對 另外一位滑船國手蔡漢森 過去也是台灣頂尖選手 征戰大小國際賽事 相較於衛軍衡 蔡漢森個性比較內向 外帶一份沉重 兩人在遇到徵權域之後 開啟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主要是口語表達這個部分 就是提升滿多的 就是懂得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 然後可能讓大家更清楚說 運動員平常都在幹嘛 從受訪就可以看出 未均衡 活潑 無厘頭的個性 不怕聲 不怕尷尬 是他專屬的性格 但反倒更需要聚焦 收據想法 蔡漢森則是沉穩 稍微內向 需要的 反倒是希望 他能表達出更多想法 丟出更多東西 發散出去 兩個不同個性的運動員 在曾泉玉的引導下 各自發展不同的講師之路 比如說我們PPT做好了 然後可能這一張的內容 講到就是下一張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但是還是圓了回來這樣 講話還是要練習嘛 就像跟大哥們練習這樣 一定是有專業的訓練 所以不要害怕 就是去做陌生的事情 其實我在運動員跟轉換之間 就是剛好運到老師 所以他還給了我很多 就是你可以嘗試做錯看 你可以試試看說自己的故事 或是把自己的歷程寫下來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慢慢的開始 就是做一些自己的經營這樣子 看過運動員輝煌巔峰的一面 更看過不少人受傷退役的悲傷 如何規劃運動員的下半場 曾泉玉相當看重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他的這段時間的改變 我覺得他不單單只是一個 學習上的改變 或者是一個觀念上的改變 或一個能力上提升而已 他是這一整個人 他開始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我覺得這種改變是一件 蠻好的事情 走過大小賽場 每一步每一刻逐步引導 曾泉玉講師之路 仍舊持續進行 TBA新聞陳友祥來名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